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我是威廉 進入人工智能時代 開源情報已經成為各個國家情報的主角 美中傳統的間諜戰 可能慢慢讓位於開源情報和人工智能 開源情報和人力情報相對 後者的代表是耳熟能長的英國軍情六處特工 007 James Bond 美國情報專家 考爾德·福爾頓在他的新書《間諜》 東西方之間漫長的情報戰之中提到 冷戰期間美國大約80%的情報是來自秘密收集 只有20%來自公開來源 但是現在剛剛相反 變成了80%比20%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戰略和資源所所長蘇紫雲對大紀元表示 我們稱之為人力情報的007 現在仍然在進行 分析人士表示 現在正在處於重新定義情報戰的分水嶺時刻 美中之間的情報戰將會圍繞機器學習 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而展開競賽 誰掌握人工智能 誰就能夠掌握所有收集的數據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師 中共間諜活動情報入門一書的作者 比特·馬提斯在讚民建議說 要想真正掌握中國 美國需要更新情報的方式和工具 更加重視開源情報 採用最先進的新數字AI工具 來利用和研究大量的數據 彭博社2023年9月份報導 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透露 CIA正在推出類似於 Chat-GPT的AI工具 將在所有18個情報機構之中使用 包括CIA、國家安全局、FBI等等 令分析師更加好好地獲取開源情報 從互聯網得到大數據 中共正在尋求在2030年成為人工智能的全球領導者 目的是與美國一爭高下 這是美國政府和中共廣泛競爭的一部分 蘇紫雲表示 美國等民主國家政府資訊比較公開 中共早前利用民主的透明度收集情報 包括刻意滲透進入一些關鍵的政府機構 或者廠商的數據庫去撈取電子情報 但是這五年來 各個國家都發現這種威脅性 從特朗普總統開始就截斷了華為基地台的出口 還有現在的晶片控管 在晶片被控管的情況下 中共生產的包括路由器 或者網絡設備等等各種資訊基礎設施 全球的佔有率逐步降低 蘇紫雲說 較早前民主社會的漏洞現在慢慢地填補起來 所以現在來說 民主國家對於數位的情報的防衛 已經慢慢地後來居上 反而佔了上風 可以說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面對未來人工智能大數據的競爭 中共還有一個弱點就是缺乏 先進的晶片資產能力 曾儀錫表示中共現在最大的擔心在於它沒有先進的高階晶片 當然它可以用很多低階晶片來集成 但是畢竟比不上未來的AI晶片 蘇紫雲指出民主國家會採用越來越先進的晶片 在運算能力、體積、能耗、散熱上面都會佔有優勢 特別是運算能力的部分 是電子數位情報的核心 西方民主國家不斷前進 然後中共停留在原地的話 就會將這個差距拉開了 在數位民主對抗數位威權之中 目前數位民主會重新除得優勢 在美中激烈的對抗情況之下 中共當局不僅修訂了反間諜法等法律 而且關閉了智網、進職調查公司等民間機構 一些開源的報刊中 國外也不能訪問 但是專家表示 中共想要完全斷絕 開源資料不太可能 中共專制越來越不得人心 情報外洩無法避免 蘇紫雲認為 中共防止外界獲取開源情報 採取了多種方式 包括網絡長城、阻絕外部的訪問 情報法要求中國境內所有的個人、公司、組織 都要配合情報機關工作 內部的網絡刻意使用 與西方不同規格的技術 比如使用Linux的系統等等 蘇紫雲說 中共想從法律面、還有政治面 以及軟件和硬件上 慢慢地與西方脫鉤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所 副研究員曾儀錫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是會投射心理 因為任何國外的情報 它都去收集 所以它也會設想 其他國家對它也都是如此 所以開始限制開源情報 而這種做法就等於搬起石頭 因為現在對當局來說 最需要的是外來投資 和外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信心 但是現在這些資訊管道 反而都被嚴重地限制 外資就會裹足不前 甚至原來的投資也會撤離 這個就等於搬石頭 襲自己的腳 曾儀錫說 現在中共用反間諜法 用一些逮捕 或者搜查手段 威嚇和脅迫 產生寒蟬效應 去阻斷公開情報的來源 之後外界只能慢慢局限在 中共官方公佈的資料和數據 這部分就可以由中共官方 來做修飾 或者灌水 就變成資料慰讀 或者誤導 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 中共黨會過度政治化 也都會令情報工作失陣 曾儀錫認為 情報單位不同於其他單位 它是相對中立性的情報分析 有一套自己的數據庫 有自己的生成式AI 但是如果以政治掛稅的話 它自己生成出來的一些資料 即使收集了國外大量資料 自己又將這些資料過濾了 這樣出來的結果 也不一定會達到效果 蘇紫雲表示 數位科技也都會延伸到經濟競爭 但是現任黨魁的領導之下 包括滴滴打車 螞蟻金服等等 這些中國本來蓬勃發展的數位服務業 也都被共產黨化 失去了靈活性 最主要是來自於中共的自己不安全感 這些數位服務業動輒3億4億人 竟然發展的比共產黨員規模更大 這個令中國共產黨將它當成潛在的政治敵人 所以就去將它接收然後摧毀 當然就摧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蘇紫雲表示 儘管中共不斷加碼資訊控制 但是還會有資訊從不同的管道流出來 因為中共現在迫出了內部很多不滿的人士 也就是習近平自己養了的黑天鵝 最後會變成群聚現象 摧毀共產黨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宋唐易如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說到這裡 請大家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